你 将飞核弹所处 他是谁啊 我问你 将飞核弹所处 若是我的女人 你们谁也别带走她 什么 开门 开门 你们不能带走她 你们不能 你们要干什么 大王有令 恭迎相妃回宫 什么 夫人 大王马相妃接回宫了 相妃请您去彰化台相会 但宫中人多口杂 只怕很难堵过王后的耳目 既然是大王所为 就不去王后暗中讨轨 我们这就去彰化台见相侍 写人 姐姐 姐姐 英女相识 拜千举金 好啊 快起来 快起来 大王早已封你为妃 你怎可拜我 大王虽已封我为妃 但我自知身为应女原本卑微 且姐姐一直待我亲如姐妹 这几年若不是姐姐将月儿 荣儿视为己出 还不知道这两个孩儿会怎样 姐姐的大恩大德 你当受我一拜 姐姐与我恩重如山 我愿意以命相报 你我情意哪是姐妹可逼的 当年你被人陷害出国 谁曾想竟受如此离书 姐姐不要难过 离宫的这几年 我无数次地想到要死 可又心有不甘 一来我放不下我这三个孩子 二来大仇未报 可曾见过大王 尚未 不过大王已经烧来花了 说傍晚时分会到战花台来会见 如今有大王替你做主 你总算是苦尽甘乃了 你和玉儿还有荣儿重获荣重 也应是水道取证 怕是也未见得 我现在虽已回宫 可是这后宫还是王后的天下 只怕大王不能长久地 庇佑我和我的孩子 大王苦心寻你 自然是前情难忘 大王虽前情难忘 可我已遭遇不测 甚至被人玷污 眼下最难办的 就是这个孩子 大王竟然背着我 把那贱人接回宫来 是 我若当初快刀斩乱麻结果了他 也不会有今日的周折 好在那魏甲已经归西 死人是不会多嘴的 可那向氏早已对我恨之入骨 他定会借助大王的 滕西怜爱之际承势而上 假之狙击在一旁兴风作浪 这可如何是好 王后是正宫 王后之子是太子 那向氏出身低贱 烛火之光 怎能跟日月争辉 是不是正宫 谁做太子 还不都凭大王的心思 像是那一对儿女 早已被大王视作珍宝 他若向上尉 亦如樊掌 可那向氏与魏甲苟合产下逆子 他若是在后宫得势 岂非楚国上下的耻辱 你是说 向氏是带着魏甲的儿子 一同回宫的 是 听张华台的人讲 那个小剑种 已有快一岁了 好 甚好 这也算我齐高一招 凭你相氏 再得大王欢心 也是白玉蒙殿 曾入沟渠之人 就算大王此刻为情所动 还顾不了那么多 但只要那小剑种在 终有一日 大王就会想起 他和魏甲在宫外 龊掌的那几年 大王就一定会嫌弃他 关键是 眼下怎么封住他的口 我虽然已经回宫 可王后又岂能放过我 岂能放过我的月儿 我的荣儿 我想来想去 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我扳倒了王后 换我孩儿一个锦绣前程 妹妹 你千万不要想债了 你的三个孩儿都太小了 我就是为了他们 我的命不足惜 我既然已经回宫了 王后势必与我行铜水火 我若不孤注一掷 便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的三个孩子和我 任他宰割 姐姐 在我和王后了断之前 我若能与我的月儿和荣儿 见上最后一命 就死而无憾了 妹妹 请收妹妹一拜 姐姐 你快起来 王姐姐成全 好 我绝就去安排 谢姐姐 你 快起来 月儿 快 快跟我走 九娘娘 我们去哪儿啊 快走 再不走 就见不到你娘亲了 王后来了 向妃放肆 为何不起身失礼 妹妹大难不死 真是有福之人 看妹妹容颜憔悴 定是吃了不少苦头 大王心疼你 姐姐更是心疼 将东西给向妃呈上 谢你 臣妾曾吃过恶人的苦头 这些服饰 臣妾是打死也不敢碰的 妹妹拆人来 说要见我 定是有话要说吧 你们都退下了 是 你但我输得 你说这里 几朴 你咬我 你怎么看 宝贝 咬你 咬什么 不吃 你咬你 就不吃 咬我 咬我 臣妾这几年生不如死 贱如草劫 全是拜王后所赐 臣妾感恩戴德 铭记于心 别牛 别马 不敢放怀 我如此好生待你 真心拿你当姐妹 你刚刚回宫便血口喷人 你是否害过人 你心里最清楚 相妃 你是失心疯了 我何尝害你 又怎样害过你 空口无疲 要拿出证据来 你向来害人 有事无恐 这次臣妾就不放过你了 大王公正 不会凭你这三言两语不识之词 去冤枉好人 是否冤枉 你心里不比谁都明白 冤枉与否 全凭大王判定 苍天在上 大王自会为我做主 好啊 但要拿出证据来 你说我没有证据 我断定你没有证据 就算我此刻没有证据 很快就会有了 真是笑话 只怕是你成为笑话 只怕是你成为笑话 等大王看到证据 自会至罪于你 你就等着报应吧 你一个贱婢 倘婢挡车 不自量力 贱婢就是想尝试 证据 阻挡王后车马的滋味 你若真想与我为敌 那咱们就走着瞧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以为你还是相妃 你在宫外与内泼皮卫甲苟且几年 早就污秽不堪 楚宫乃高贵之敌 那容得下你一人 卑微之躯 臣妾的确卑微至极 可卑微之躯 自有卑微之躯的用处 你是在自寻死路 王后说得不错 王后慢走 臣妾不送 来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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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实在跑不动了 跑不动也得跑 月儿 月儿实在跑不动了 不好 大王的遗仗 月儿 我们走近路 月儿呢 蓉儿呢 来不及了 大王的遗仗已经到宫外了 夫人不能再犹豫了 来 我知道 把酒放这儿吧 你走吧 月儿 蓉儿 娘亲等不到你们了 娘亲等不到你们了 我 记得要让你们的父王 为娘亲做主 娘 快 快见过你们娘亲 娘亲 你要撑住 撑住啊 快去叫女爷 是 快去 娘亲 你怎么了 娘亲 月儿 记得你要照顾好荣儿 何 何卫 卫然 记住了吗 娘亲 记住了吗 爱妃 这怎么回事 大王 大王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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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爱妃 是谁把你害成这样 大王 救 救是王后赐的 爱妃 爱我这也是 王后 大王 要为我做主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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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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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相识究竟是如何死的 臣妾实在不知 臣妾定会派人查清相妃的死因 不必麻烦了 拿上来 这可是你高堂台的酒具 这榻金酒具可是王后专用的 怎么会出现在张华台呢 大王 酒具是臣妾的 但并非是臣妾客不离身之物 定是有人窃取来诬陷臣妾的 诬陷你吗 传张华台的侍女上殿 传张华台侍女上殿 拜见大王 实话道来 你是否看见王后进入了张华台 并看见王后与相妃单独相处 是 奴婢所见确实如此 下去吧 大王 臣妾与相妃单独相处确实不假 但臣妾没有毒害相妃 还望大王明察 你去张华台干什么了 臣妾听说相妃受了不少委屈 难免侧隐 原打算到张华台去安抚她一番 没想到见到相妃之后 我们彼此言语不合 臣妾便恼怒地回宫了 谋怀相妃定是另有他人 你别以为死无对证 相妃在毒法身亡之前 你将害她之人的性命 告诉了寡人 是王后 大王 相妃定是受人指使 在诬陷臣妾 闭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 更何况相氏 性情纯良 可正因如此才屡遭暗算 丢了性命 而你 你却说她诬陷你 你 大王 大王息怒 大王 大王 你旧伤未愈万万不可动怒啊 滚开 你做出这样的事来 让寡人如何不怒 大王 不必多说 你我已经走到头了 大王 你出去 回你的高堂台去 别让寡人再看到你 大王 大王 王后 奴婢服侍您吃点东西吧 王后 这周啊 是奴婢让善法 王后 王后 王后当心 当心 七年前你就该叫我当心了 当心那贱人相氏和毒妇举姬 王后不必过于烦恼 终会有解决困顿的办法 糊涂 相氏已死 无论是不是我下手 我都脱不了干系 更何况我失去了大王的亲臣 这二十多年来 我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从未有个大的差池 如今我一步走错 全盘皆数 他们想用那相氏的烂命换我的命 我说倒下来 下一步 就是太子了 王后 阿尔臣 拜见父王 你来干什么 父王 向氏之事 其中必定还有其他曲折 母后一贯宅心仁厚 必定不会做出此等毒辣的事情 他宅心仁厚 他宅心仁厚 这些年 他在宫中做了多少龌龊之事 你是故意视而不见 还是装聋作哑 父王 母后再有错 那也是父王的结发妻子 也是儿臣的生身之母 望父王 看在夫妻情分 和于怀儿的父子情分上 能够高抬贵手 宽恕母后 夫妻情分 夫子情分 你母亲若对我真有情分 就不会背着寡人 在宫中杀戮无辜 残害寡人枕边之人 而你 已经不明是非 为那恶父求情 可父王这一时之怒 已经引到宫里平起风波 这么下去 人心难免不稳 只怕会 闭嘴 你不明是非 会小黑白 口口声声为那罪负生辩 还不是因为他 一贯袒护你的短处 尽管你无能 你好色 你自以为是 可在他眼中 你仍是贤明圣主 是大楚的不二储君 大王保重龙体 你即刻给寡人 从这儿滚出去 你即刻给寡人 从这儿滚出去 大楚没有你这样的太子 寡人也没有你这样的逆子 父王 滚 大王息怒 大王保重啊 大王的龙体 无妨 寡人只是一时弃之 你这是 卫国使臣送来了一份国书 放这儿吧 大王 气质 皆因情质不畅 饮食邪气 君子饮酒 三绝而止啊 王后忤逆 太子不成器 这大楚若是交到他们手里 必会被他们败掉 家门不信 寡人何以借用 大王 难道打算 废后废太子 此事重大 干系国本 大王还需慎重啊 这儿没你的事了 你下去吧 大王 给寡人珍酒 娘亲被人害死了 你们不要伤心 你们已经跟你们娘亲告过别了 大王会风风光光地送走你们母亲的 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娘亲 这里是后宫 不害人不能活 可否娘亲从不害人 荣儿 我的好孩儿 过不了几天 你那个没用的哥哥米怀 就会被赶下太子之位 大王对你另一眼相待 说不定那天 会立你为太子 你就是未来的大王 这是你们应得的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何为连城之家 就是指你们母亲的性命 我只想让我娘亲活着 不许说傻话 你们娘亲死得值得 芸儿 以后你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去爬树 去捉鱼 去挖蚯蚓 我看他们谁还敢笑 他们把节奉扯还来不及 为什么想这样死 娘亲不死 我也快去爬树 快一挖蚯蚓 这么多年我们一步步走在这刀刃之上 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我心里欢喜 我要你们一欢喜 当明月的太阳 再找到这宫殿之上之时 这一切 就都改变了 戴墨 我是不是已经有了白发 不 王后长发如期 我跟大王夫妻一差 想必大王是不肯让我死的 与其大王冷落 厌了 让宫中其他贱人们来坐降 倒不如让我此刻就去死 臣大王在气头上 我求大王赐我一死 臣妾的命本来就是大王的 臣妾愿意为相氏抵命 只要大王能消气 保我怀儿太子之位 王后 起来吧 伺候我梳妆亭大 是 我是王后 君子死 而惯不眠 王后 大事不好 怎么了 大王在宫中饮酒过度 旧伤旧疾同事发作 众人昏厥 静之无惊 什么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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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目盖棺 大王 主目盖棺 大王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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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王李商突然病逝 举国哀悼 在楚王李商任内 楚国国力达到顶峰 领土最广 国力最大 武力最强 李商死后 嗜好为楚威王 太子米淮即位为楚王 始称楚怀王 众卿免礼 威后 母后 大王不必多礼 不知母后来召寡人所为何事 欲求大王一事 母后尽管讲 不论什么事情寡人都答应你 先王一去必定寂寞 我求大王应允 让我随先王陪葬 什么 这万万不可 绝对不行 我去意已决 这是何苦呢 寡人知道 母后跟父王 间谍情深 只因太过悲伤 方生此念 可是大王去了那边 路途必定清冷 母后放心 寡人已令 进上你了陪葬名单 必定不会使父王寂寞 陪葬名单在哪里 我看看 母后请看 是 除此之外 还有三百名奴隶 三百名侍女 随先王一起殉葬 倒也罢了 再添两人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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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让芈月和芈蓉 也给父王陪葬 他们年纪尚小 况且是寡人的王弟王妹 我何尝不知 可是昨夜 你父王给我托帽 说他非常惦记芈月芈蓉 他想带他们一同去 我怎能违逆 先王这最后的要求 芈月芈蓉 是先王在世时 最疼爱的公子和公主 先王由此要求 亦不为过 既然母后如此说 那寡人照办就是 来 葵姑 你先回去吧 奴婢要服侍举计 不必了 这是我跟她 两个人的事情 威后 妾身拜见王后 夫人应该说威后才是 是啊 先王的嗜好是威王 如今你是大王的母后 本该在称呼前 加上先王的嗜好才是 妾身 拜见威后 一个女人 终于熬到 自己称呼前面 加上了丈夫的嗜好 此生再也没有人压在我头上 再也不用跟人争宠 不必担心失宠 更不必担心有人 对我和我儿女的算计 这是何等的痛快 威后所言甚是 你赢了 凭你 也配跟我论输赢 即便如此 妾身仍有一事不明 说 你要取像是一双儿女的性命 便有了先王托梦要芈月芈蓉殉葬之说 妾身不明 你那么恨我 更应该让我先死 又为何偏要留我性命 好 如此愚钝 还来跟我争斗 如今宫中谁是大王 芈槐 没错 我生的芈槐 让你死 如同踩死一只蚂蚁 可惜宫中向来都是死比生容易 我要留下你 让你生不如死 是件极其有趣的事 我让你看着芈月芈蓉去死 看着自己苦心积虑经营多年的希望 被带到陵墓中去 我要让你在宫中好好活着 之后的每一日 都会成为你漫长痛苦的折磨 让你死 不 那太便宜你了 其实明白了 不 你还是不明白 你我这次的胜负只在毫离之间 若命运稍有差池 坐在这儿的是你 而伏在脚下求死的是我 要怪只能怪你的运气太不好了 你可以不对我留情 但是芈月和芈蓉还是两个孩子 究竟怎样 我才能保全这两个孩子的幸 除非有人去问先王 让先王亲口告诉我 他不需要芈月芈蓉的陪伴 先王一世 又有谁能问得了他 如无人能问先王 那我也爱莫能助了 夫人 夫人 你娘娘 放开我 你知道我从不喜欢别人对我过分起来 威后说了 除非有人去问先王 先王不要你们陪伴 你们方能不死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我和弟弟真的要去陪葬吗 的确如此 我不想骗你们 遍野无庸 举姬 已经无能为力了 夫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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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儿不会死 爹爹 葵姑明日会再去求尾后 葵姑愿意替你们去死 求她放过你们 我罚了 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吗 你也拜谢君娘娘养育之恩 明日月儿和容儿走了 便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是芈月心爱之物 天后再也无用 留给君娘娘做个念想 请不吝点赞 好 好 好 真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以此白灵自尽的 是 背后你看 这灵上还有字 妾去问先王 遇见芈月 芈荣讽 还真去问先王 先王会有答复吗 母后你看 这上面有一个否字 先王显灵了 先王显灵了 好吧 好吧 大王 既然先王心疼你 欲留两个辅佐之材 那就把芈月芈荣留下来 多谢母后 你真行 月公主 容公子 这事是聚集留给你们的 是聚集留给你们的 是聚集留给你们的 尽管我 尽管我曾经 尽管我曾经把你们姐弟二人 当作我与威后争斗的筹码 可终究我还是把你们当作了自己的儿子 你 娘娘 娘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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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王对你们关爱有加 把你们留下师傲派有足 自今日起 你们到先王的陵墓去守陵 在那里好好报答先王吧 以后你一来了 哪个名 齐妃的女儿 哦 那个投河自尽的齐妃 她为什么投河来着 为后您问了 齐妃是齐国公主 徐州之战先王打败齐国 齐王愤恨不已 血信责怪其妹不为母国说话 齐妃羞愧难当 这才投河自尽的 留下那个孩子也是可怜 你等退下 即刻离宫不可耽搁 是 是 月儿 蓉儿 我们走吧 拜见母后 这孩子真是懂事 以后就跟着我 与姝儿作伴吧 谢母后 这是菊姬族人留下的一处宅子 几日前 许姬把小冉接到了这儿 由这位这么不会照顾 他就是我弟弟吗 对 他就是你的另一个弟弟 小冉 小冉夫妇妇 我是你姐姐 我会照顾你和蓉儿的 月公主天资颇高 在那陵园人烟稀少 切不可荒废学业 眼下 我虽无法帮你们脱困 但我会继续给公主授课的 功课 我会让子歇给你们带过去 谢师父教会之恩 公主保重 来 我怀疑 我态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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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心 你开心 你的酒 想干什么 你着急 你开心 你开心 我态疑 你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儿 潔絡 紫夕哥哥 你来得可真巧啊 今日我们要打牙技呢 你怎么自己出来狩猎了 是不是内府的人苛扣你们东西 稻米葛麻倒是还按时送来 就是肉食初一十五才有 仍然嘴馋得不行 你本该锦衣玉食 却在这粗茶淡饭 还要自己狩猎 锦端有什么好的呀 一爬树就撕破了 还不如葛意耐磨 对了 今日你给我带来什么了 我给你带了粥礼 一共六篇 这是天官种宰篇 每十日我给你带一卷 之后我就还给夫子 再给你换下一卷 子歇哥哥 你整日给太子做半读 编得这么懒 我早就告诉过你吧 那你多给我带些书捡来 就是不肯多带 读书百遍 奇异自献 不可图快 不许你教训我 好好好 我不教训月儿 只可惜在这陵渊之中 为先王首领 礼乐书数预设这流言 除了书跟书 有点微末之计 我可以教你完 其他的都学不了 谁说的 我软鞭百发百中 学会了骑马 奎谷还教我弹空喉 吹牌箱 等一下我已经开始学三礼了 你说的那些不过是皮毛 算不得正是六义 礼不是书 不是谁学会了背书就能了解的 居一气 养一体 只有从小生活在宫里 经过各种的朝圣纪礼 才知道礼是什么 乐是要用耳朵来听 奎谷毕竟只是个女婢 她能教你的只是小技 像云门 大闲 大勺 大夏 大户 大虎 这六远 和几百人的那种大武 你没看过听过 用竹简是学不到的 真烦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我 宫里如何好 这里如何不好 可我偏觉得这里好 让我来看看 这批宫里来的好马 跑得有多快 驾 山姬呢 山姬不是在那儿吗 月儿 你怎么了 你手上怎么有血 是不是跌伤了 肚子疼 你肯定是摔伤了 走 我帮你回去 葵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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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姐姐没事吧 月儿刚才她说她肚子疼 衣服后面有血 肯定是跌伤了 葵姑 月儿伤得要紧吗 不要紧 姑姑是说 月儿她伤得不重 你和蓉儿先出去 我来帮你 我也只能大把手 出去 葵姑 这工忙你们谁都帮我杀 我没有跌伤 就是肚子疼 在流血 我是不是要死了 月儿长大了 要做女人了 不 姑姑 狂人 姑姑何曾 狂过月儿 姑姑就是狂人 月儿不要做女人 月儿要当男人 做女人有什么不好 就是不好 宫中有那么多女人 就围着父王一个人转 娘亲就是女人 只能续续站在门口傻等 我不要做女人 这事啊 由不得月儿 也由不得姑姑 至少私密 早就安排好的 就不能改变吗 月儿 换套干净的衣服吧 月儿 姐姐 姐姐 月儿 月儿 奎姑给你疗伤了吗 月儿 你哭什么 奎姑说 这是少私密的安排 什么新密 月儿 喂 回去了 月儿 快走吧 趁着天还没黑 听须父子说 宫里头 会开始给大的选妃 宫里头的女子 都跟蟋蟀似的 斗来斗去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想进来 女孩子家十五岁吉吉 之后父母就给她们寻婆家 如今楚国战时不断 昨日心腹明日寡妇的女子比比皆是 若是能留在宫中 总比嫁得寻常人家要好些 我该走了 我听说咱们大王身上有股意望啊 你疯了吗 说这样的疯话 你还想让大王看什么 那假如有人问起 姐姐该如何应对 就说什么都没问的 你等退下 后面的上前来 拜见大王 抬起头来 好 你 小女子上戎儿 拜见大王 何故离寡人那么远啊 大王神武 小女子静福 上前来 再上前来 宫人问你 你可闻到什么气味没有啊 说话呀 闻到没有 香味 整个大殿都是熏香的气味 还磨叽 还磨叽什么 别耽误了别人的好时辰 快走吧 你 明女圆珠 洞庭人士 拜见大王 抬起头来 长得果然不错 你老实地告诉寡人 你闻到了寡人身上 什么气味没有 寡人身上的气味 你说没有 那你为何憋着气 连话都不敢讲 下去 你 小女郑秀 拜见大王 告诉寡人 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 是的 小女子 真真切切地闻到一股气味 闻到了什么气味 一种 特殊的气味 特殊 一种大王真让独有的 气宇宣昂 动人心魄的气味 一种让天下男人都爱人失色的气味 说得好 说得好 来来来 来寡人身边 来 是大王 听你刚才那般讲 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 闻到这股气味 小女子 情不能已 你 你当真喜欢吗 你当真喜欢吗 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 只有你 最合寡人的心意 来 寡人赐你杯酒喝 谢大王 来 关关居鸠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参赐杏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入卖求之 姐姐 月儿 月儿找什么呢 记得葵姑 上次把一个桃罐放在哪儿了 月儿想用它插花 我们月儿什么时候 也爱上花花草草的呀 葵姑 你看它 多好看呢 好看 跟我们月儿啊 一般好看 月儿才不要什么好看 我们月儿打扮打扮 比花还好看 是不是 蓉儿 是啊 瑶桥淑女 君子好求 姐姐是淑女 黄蝎哥哥是君子 婆儿 你再敢胡说 女孩子家 有人喜欢是好事 我们月儿手又巧 心又好 长得又漂亮 葵姑 这是给小冉做的衣裳吗 是啊 已经做好了 姑姑明日就给她送过去 我 你在念什么呢 我在念诗经 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尖家苍苍苍 白鹿为霜 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速回丛枝 道足且长 速游丛枝 晚在水中央 兼家七七 白鹿未兮 所谓依人在水之为 子歇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的 你看着我干吗 月儿好看 说 月儿是好看 我好不好看 与你有何干系 呆子 还不快来帮忙 这后日就是寒时节了 听说大王和威后要来给先王扫墓 是啊 宫里头已经把该用的东西都送过来了 那日公子和公主们都要跟过来 人多眼杂 你们最好小心一点 是啊 多谢智姑姑提醒 智姑姑 又来采草药了 是啊 姑姑 前段时间 我采了不少金钱草和夏枯草 都晒着呢 姑姑要不要带走啊 改日再拿吧 这山上啊 长着什么草 有什么药 月公主比我都聪聪 皇姑子也带来 姑姑 天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吃完饭再走吧 不吃了 那我送你 好 姑姑慢走 姑姑慢走 好香啊 笑什么 干吗呀 你别动 干吗呀 头上有盆草 我帮你拿下来 看 没骗你吧 天都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姑姑说了 留我吃晚膳 今日有鱼 你就那么馋啊 人家皇公子 大老远地来给荣儿授课 该留人家吃饭 姑姑 就那么一条鱼 让她吃了荣儿吃什么 我愿意把鱼 让给子歇哥哥吃 听见没有 起来 那你就别吃了 姑姑不爱吃鱼 我也不爱吃鱼 月儿吃吧 来 小心刺啊 你们都不爱吃鱼 那以后我补鱼自己吃 我爱吃鱼 那就赶紧吃吧 姑姑吃 来 大王 这里青山绿水的 真是个好地方啊 青山再好 好不过你 羞涩可散 大王 大王 母后何事 今日祭奠先王 要焚香殿酒礼拜插礼 公子公主们要站到前面 嫔妃要按照位分排到后面去 白妃 我也去您了 反正这种事情 我也不愿意站到前面去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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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夫人 怎么了 轻点 水都红了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被 被生物东西咬了一下 你看都成这样了 别怕 我有办法 好疼啊 夫人 您再忍忍 这是大蝎子草 蝎子 咬人比蝎子 还厉害的一种草 当年我娘亲 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 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哪 我娘亲是相妃 早就过世了 你也是公主 怎么穿成这样 在这种鬼地方 父王过世后 为后罚我和弟弟 在这里给父王守灵 好了 这草青热解毒 再过一两个时辰 你的手就没事了 谢谢妹妹古道热肠 来日郑秀有机会 必会投桃报李 不用放在心上 大王祭礼拜 大王祭礼拜 起 大王殿酒 走 叶妹妹 是叶妹妹吗 姐姐 月儿就想找你呢 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月儿好想你啊 是啊 见你好难 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 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抱点王 那人是郑秀 这几年新进的嫔妃中 最受大王宠爱 去年生了位公子 大王将她提了男后的位分 不过 母后很不惜她 宫中女子 除了你 有谁还能让位后欢喜呢 宫中的姐妹 也就属你最倔强 有的人 可会讨母后欢喜呢 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 让你和女儿回宫 听说 去元大府也在想办法 你还不赶紧 把嘴巴变得甜一点 月儿不会变 也不想变 回宫有什么好的 你看这儿 天宽地广的 多自在啊 就算你不想回宫 你也不替芈蓉着想 芈蓉已经十岁 她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 你们在这个地方 像树民一样 无声无息 夜深野掌 诗书 礼乐 舍玉 全都与你们无缘 将来芈蓉 总要走到人前去的 若是没有封号封地 她成人以后 如何安身立命 再拜 起 起 退 众公子祭灵 这件已经开始了 姝儿哪儿去了 再拜 母后 女儿是才看到 有人硬把姝妹妹给叫走了 何人这样无礼 耽误了祭殿时辰 先王是要怪罪的 母后说得甚是 那人啊 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 不知礼仪廉耻 但婴儿最担心的是 万一她带坏了姝妹 退 你们在这儿饮肉吃吗 芈月 好大的胆子 母后 威后 多年未见 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 芈月 不知做错了何事 让威后震怒 还跟我顶嘴 跪下 你自甘堕落罢了 还竟敢教坏我的姝儿 母后 此话从何说起 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 来做什么 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 祭殿已经开始 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 反而跑到这儿 来跟芈月混在一起 姝儿忽略了时辰 是姝儿的不适 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 进粮者会 进鱼者吃 若不是这个丫头 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 母后 我 拜见威后 月公主 若是有何差 时倒是奴婢的过错 我威后恕罪 我跟公主们说话 什么时候一个奴婢 可以随便过来插嘴 贵贱有别 公主是贵重人 即便是出了过错 责罚也该由奴婢承当 来人 在 把这屋里的奴婢拉下去 打二十仗 是 奴婢 月儿 放开 放开 葵姑 月儿 放开 葵姑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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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奉先王之命 来照顾弟弟和我的 一向循归岛举 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念在她年纪大了 受不起这二十丈 王威后饶过奴婢 母后 求你放过奴婢吧 即便是先王之名又无 先王先世多年 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 以为可以永远得到先王的意印 都是月儿的错 都是月儿的错 请为何责罚于我 放过葵姑 她是奴婢 待你们受账那是本分 你们还为了她自请责罚 真是失了体统 好了 祭奠时辰不等 你们赶快起来 马上到先王的灵前 殿酒焚香吧 姑姑 姑姑 月儿 姑姑 你怎么样 姑姑 你还疼吗 姑姑 放心吧 这二十丈急账之上 不会要了我的命 多怪我不好 连累姑姑爱的 傻孩子 这跟你有何干系 不管有没有理由 她都会给这个下马尾 这叫杀魏邦 我恨她 不 月儿 咱们现在要做的呀 不是恨 是人 忍到几时 忍到我们回宫 那个女人 姑姑心里清楚 你娘亲和菊姬都死在她的手里 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 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让宗室朝臣们 留意到你们还活着 只要能回宫 在宫里熬上几年 等荣儿分封了 我们就能平平安安地 跟她到封地去了 羽儿明白了 为了荣儿 为了我们大家 为了我们大家 我一定忍 大王到 拜见大王 臣妾 拜见大王 爱妃免礼 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 大王 大王累了一天了 臣妾备了点薄酒 给大王姐解乏 艾妃不忙 艾妃你可知道 下去下去 是 艾妃 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 捉住了寡人 即便是在朝堂之上 只要寡人想起了你 那当然是你 我都是心惊摇曳难以自持 今夜 换寡人来捉你如何 大王 大王 你先别急 臣妾 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快问快问 臣妾问大王 你对芈月和她弟弟 今后有何打算 今日真是奇怪 屈子 来向寡人提议 想让那芈月芈蓉回宫受教 母后呢 就坚决不同意 现在你又来问寡人 为何呀 在凌园时 芈月曾帮助过臣妾 臣妾觉得 这件事情 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 听说 芈月和她弟弟在凌园 已经守了六七年 就算是给先王守灵三年 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 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 长期流落在外 不受六亿之教 太失体统 传出去 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 艾妃所言极是 那就依艾妃的意思 让他们回来 大王这是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了答应了 大王重情重义 臣妾真是佩服得五体头弟 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 自然会让你佩服得五体头弟 来来来来 给官人蒙上 大王 你来抓我呀 大王 我在这儿呢 大王 大王 你快来呀 大王 舒服吗 威后 听说大王要让芈月 芈蓉他们回宫了 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 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 那个芈月自小是个害人精 威后可得留意了 母后不用过于担忧 依儿想 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好 放在外头 太让她逍遥自在了 收进来 再厉害的金怪 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 瞧瞧 这偌大的后宫 属婴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 翻行如许 明月如初 前尘往事 从何其辱 心有情思 万切延熟 却深得一缕孤独 春花开谢 秋草又枯 秋草又枯 生衰荣辱 如何细数 你水暖 为水寒 还不回忆人如骨 长进悲欢 长精悲欢 藝何人 监狐 却怎么 迟迟天涯陌路 去心俗 去异渡 去情再相浮 愿为你 平静柔情傲骨 望尽相思 红颜凋零处 我只愿 与你朝朝暮暮 爱如心 恨如骨 生死再相浮 愿为你 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生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世守护 愿为你 永世寅 愿为你 永世守护